俊宜 有沒有看到現在這個時候 真的復原能力會很快嗎 看起來賴清德現在這個時候 以蔡英文的支持者 他們看得很疲惹這個蔡英文 因為覺得他這樣子被打打得 很無辜 很無奈 可是蔡英文覺得你賴清德 就是我那個被刺 我一定要把這根刺給拔掉 刺不拔掉 我怎麼行 可是賴清德又覺得 我非得也把你蔡英文給殺死 要不然我怎麼有冒出頭的機會 結果搞到最後 連你們民進黨的 大佬級的人物林佐水 他都已經動尾條了 裡面就寫到說 請蔡英文本身 放過民進黨一馬 這樣子看起來 現在這場局玩下去 可真的是越來越詭異了 這樂水先生 在說什麼我是看都沒有 你看不 這個他在談台獨理論 我看得比較懂一點 但是在談這些政治的 這種選編 他這很明顯他就挺賴清德 就是這個樣子 所以你說你已經有立場的人 然後要去做一個核四老 就饒過什麼民進黨 蔡英文要放手 這種話我覺得都是一種 一種老派的 老派的一種攻擊的一種用語 這個恐怕也不太符合 現在年輕人直來直往 直擺的這種講法 大家都可以互相挺誰 你挺愛心得他挺蔡英文 都OK 但是問題是你這個處理的方式 在大選2020會怎麼樣 如果說這個證照都還搞不清楚的話 那你說你這個政治的一個敏銳度 到底在哪裡 你想我之前說你怎麼去看台南這個局 這個是賴清德八年執政的地方 對不對 所以那個問題非常嚴重 一個小地方的選舉 還有很多大人在那裡 總統 院長 這個政治的這些大佬們 都來押政 都還搞成這個成績 那兩軍對決下去 蔡賴對決下去 全國 沒什麼 宜蘭 這次宜蘭為什麼輸得那麼慘 那個就是內戰 就是內戰 要去面對這個問題 所以如果說大家還相信說 初選只不過是君子之爭 你當作我們大家30年的 政治的訓練都是在混 都是像韓國瑜說的 在鬼混30年 對不對 我們會看不懂嗎 這個是不能開黨 一旦開黨 民進黨就裂掉了 對 就裂掉了 誰贏了初選都保證 我保證都輸了大選 不管你蔡或是你賴 要這樣子保證毀滅 保證毀滅的一個初選 你這些大佬們還在鼓勵嗎 你為什麼不去鼓勵說 來 坐下來 我下去先跟你們瞧一下 對不對 等四年有那麼久嗎 有那麼難嗎 2024賴清德等不急嗎 他說不行 我這個時候不出來就可以 我說過這是一個保證毀滅 的一個對撞 所以我看這個黨中央 大概也沒有準備要初選 我這樣子講實話 不初選 對啊 講實話 如果有的話 如果有的話 我是用這個角度來看 如果有的話 那就要請雙方的 競選的代表人來談 初選的辯論 或是哪一些場次的規劃 這些事情 有沒有動作 沒有 都沒有 沒有啟動 沒有啟動是什麼意思 就是協調 所以基本上我是覺得 大家都希望不要開戰 但是現在網路支持者 包括我的粉絲業 或是說我所參加的 民進黨內的 我們自己的一些 封閉性的這種社團 都已經在開戰 都在內戰 美國內戰 現在是民進黨內戰 對不對 所以這種情況 如果持續下去 我們的支持者真的會笑掉 會發狂 台國瑜的勝出是最重要一點 人民討厭了民進黨 可是現在民進黨裡面 蔡英文跟賴清德之間的鬥 他們完全不把人民 當作一回事 可是以現在這樣子看來 拿好處民進黨比誰都會拿 但是講到內鬥的話 這可是民進黨 看家本領吧 我就一定他的條件 跟我的條件 都一定有最多的地方 一定有收拾的 我就去找他 我也不知道他會聽 他的這個東西 堅持聽 正宗跟堅持聽 我都一樣 我會做一個事情就是 我都會找到正宗 人家的條件那邊坐 我就不用說話 坐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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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宗就懷疑了 這份比較會選擇 那樣 沒有什麼 瘋瘋瘋 坐牢 坐牢 三天 你可以去砍 電馬的手 你的手可以砍很多 清潔的 人家在哪裡 你都清清澈澈 這就 這支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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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支 應該不用到五月二日 不等那麼久 不讓你們考慮那麼久 時間還夠 最清潔就現了 他記得剛才看陳信寧那個兼頭 我相信 坦白說起來我怎麼很提供他 我就跟大家說過 插政典都一樣 你老的人都被檢視在面前前 我相信陳信寧那個動作 坦白說起來他沒受到 很大很大很大的威懇 那是出自 我們這樣看 人要有天龍 我們聽他這樣說起來 還是說出他麻煩 積壓很久的混河裡 總之這個事情 到底是真假 事我彈你到現在 這樣是 知道我的人類 應該是有這個事情 不然陳信寧不會說到那些結論 他說到現在 我死了沒關係 我一定要把事情真正反觀出來 今天韓國說這沒有不對 他說你跟黨政筋 要拿出手法拿出沒體 那不是這個事情 中天比法的事件 頭前一百萬不要說 後面這個事情 我們八成都沒有在看 我們八成都不知道 我們八成就很明顯 那段你又拿出來報 現講現報現定性 又現法 這到底是在做什麼工作 你說八成真的都狂人嗎 八成沒有了解這個事情 中天今天是第一個 不是最負責的 一定不會是最負責的 你不可以站在那邊看 要設計 你今天會設計 我們這些事情 你自己本身要好好想 看他們要怎麼做 再來 我想說 今天李毅那個事件 總統你自己不代報了 你們還要有一個 李明做是不是 關在中國大陸的 是不是 你現在意圖顛覆 我們是不是 用意圖顛覆 給它 再公開 統一講 在中國 在我們台灣的土地 說 武統 這樣算要顛覆 賺錢沒有 你們自己不需要 拿去跟李明做 李明做 你們老婆是很疲愛 這裡跟你們周圍好朋友說 民進黨 把過去的本質炒到很多 最近你們的年代 如果有這不平之民 就要脫爬 換誰脫衣 抗衣 抗衣 那裡整整整整 有年不敢 以前要把事情 真相 真相釐清 你這個事情 剛才有一個 一個樓口 你還沒去做 你跟我說 你要代賭 你們到底是怎麼代賭 你不會怕中國 如果不怕中國 怕什麼 就是把你意圈起來 來 他也是給我顛覆 那不是這件事嗎 你們的認定 是怎樣的認定 就大家來交換 反應怎麼做 是不是 又出一口氣 民進黨 你不可以 你不可以 以前說黨 應該要回覆你的 你這些人 又欠你了 我剛才說過 從以前議定會流行 是說做人 他們這些做不就 尊敬他們這些人 拼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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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來我剛才說 政黨 韓國這地方選舉 沒有錯 是大家對你民進黨政府 沒有信任感 但是有一次 我直接把我們韓粉 你做 我一定直接把你做一個合約 他們主動是 民進黨有什麼拼死 我就說過 我們 韓市政府 韓國那時候高雄的時候 沒辦法罵他 因為差差太多 他們就是拼死 但是這咱家的習近平 拼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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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拼贖毅eur利拼死拼死 constitution 你網黨做民進黨的 非常堅定 那是不可能的 相對你韓國要認可更堅定 更堅定 更堅持 所有我們國民黨這些人 你腳趁頭又更堅持 要受警察會 真正的選舉不必 不必這點真的不必選舉 中華民國純王的保衛戰 你就是要認定這點 前期就是要這樣拚 第一次出席的選總統 你不可以自己本身拿去送 韓國的選舉真的出來選 沒有我們會這樣 你如果沒有拚 真是死 拚拚出來自己輸贏 你不可以再當愛白教育 我們看到現在這個時候 民進黨的這個 鷹派在這邊的一些網軍在那邊說 賴清德你的誠信有問題 第二個就說到 你居然這樣子違反這個政治倫理 挑戰你自己的長官 但是以現在看來 蔡英文擁有絕對的主場優勢 這一場內鬥還有得喬 李剛才我覺得 我同意剛剛李敬衛委員講的 還是要以和為貴 因為民進黨畢竟他現在是一個 扛得非常沉重的執政的包袱 也就是說不要再去分 蔡總統或是賴清德 誰對誰做 因為他們在賴清德 組閣那個時間就是命運共同期 總統跟行政院長 我們所謂的雙手掌勢 他們兩個是肯掛的 所以現在我來譴責你 或你來譴責我 那個都講不過去 所以不要再吵 我的用意是這樣 因為如果初選真的要打到說 大家翻臉翻桌的話 其實很難看 而且沒有那個必要 我給大家看一則新聞 這個是我本來要留給 韓濱兄看的 這是說什麼 抵制假新聞 有1萬個學生校園出擊 不過這不知道 這到底是今天 是不是真的有1萬個學生 我不知道 但是如果要辯論的話 歡迎找韓濱兄來辯論 你說 剛剛李剛有提問 他到底執政到底做得好不好 你說有境外勢力 你境外勢力 你應該把他抓出來 如果國安大陸真的有話 你說真的是假新聞的話 你敢講說中天哪一則是假新聞嗎 你敢說柚子那個是假新聞嗎 那個不是假新聞 那個是口誤 而且立刻就更正了 所以民進黨不要擔心別人 不可以篩準欠K1萬 你們這個都是 你是完全執政 那這是應該完全負責 有境外勢力 你就應該把他抓起來 如果真的有假新聞 那就開罰 其實中天200萬金的柚子那個東西 那根本那就是希望5歲 希望栽贈 其實受害的是洩隆界 對洩隆界的選情會有影響 然後中天背了黑鍋 被罰了100萬 所以我認為 就是民進黨 他2018去年敗選的檢討會 其實還沒有開完 他不曉得到底輸在哪裡 突然跑出一個韓國瑜出來 然後大家就爽忙腳亂 不知道怎麼辦 你根本不知道你輸在哪裡 其實韓國瑜已經告訴民進黨答案了 就是民心跟民怨 民心跟民怨 你沒有辦法解決 其實我講句公道話 韓國瑜會有今天的民調 會有今天這樣的網路聲量 華僑這樣的熱情 他要感謝誰 他當然感謝蔡總統 你就做到壞 你也做到好的時候 觀眾朋友你了解 這是民進黨第一次完傳這件 連阿扁總統是嘲笑也大 逢扁必反 民進黨第一次完傳這件 做到這麼壞 不要完蛋白人 國民黨就是逼逼逼逼 不跟2016交出政權 2016你們起來 你們有完全執政你的行政主案 都在你手上 你在做什麼 你黑白頑部 你不可以抗拖白人 也不可以怪白人 是你自己做得不好 觀眾朋友我說這句不好意思 因為我也不是民進黨 也不是民進黨 他做到這麼爛 又連任 就沒話說了 好 已經做到這樣爛成這樣子的 然後地方包圍中央的 然後民進黨明年說我又連任了 那就太好笑了 所以我認為 立正兄我身為一個媒體的評論員 我第一個前提是我認為 應該政黨輪替 韓國瑜如果當選是政黨輪替 柯批當選也是政黨輪替 但是如果是蔡總統 或是賴慶德 贏總統 那就要連任了 那就不是政黨輪替了 所以差別在這裡 所以觀眾朋友你知道 我的首選是什麼 已經很清楚了 韓國瑜國民黨的這個 其實國民黨對韓國瑜也是加分 也是扣分 這個愛恨情仇很難切清楚 但是柯批他是沒有政黨 他就一個人跟蔡碧如 所以我希望是韓國瑜當選 然後政黨輪替 不是說要消滅民進黨 我沒接受 民進黨你好好反省一下說 我們第一次完全這次四年 為什麼做得這麼爛 下去好好地反省 現在他們覺得說 怪東怪西 怪中天 怪韓國瑜 怪網軍 怪什麼的 怪白人 但他們沒有接受自己 不可以給他們 不過小心 說到民進黨好好反省 看來可能有點難 以前民進黨打國民黨的時候 都說你是權貴 你是權貴 沒想到他們現在打自己人的時候 也是自己灌上權貴的名號 民進黨一概的手法 就是看國民黨不好的時候 先設一個很高的標準說 你看我滿足了這個標準 你沒滿足 所以我比你好 好 踩在人家的傷口上面 可是遇到挑戰的時候 自己做得比別人還凶 舉例子來給大家聽 以前一直打國民黨都是權貴 都是政二代 2018年的縣市議員的選舉裡面 自己推了多少的政二代 不說現在這個英德之戰 大家都嘲笑說是千金小姐蔡英文 跟台獨金孫賴清德之爭 這也是某一種程度上面的一個權貴 民進黨現在已經變得有點人格分裂 明明蔡英文是總統 賴清德當過好一陣子的行政院長 結果大家現在互相推責任搶政機 責任都是你的 這個敗選都是你害的 這個做得好的地方都是我 兩邊一樣半斤八糧 這是最大的一個問題 黨內互打 之前一直講說 國民黨黨內互打打得多嚴重 你看我們民進黨 選完初選之後 大家乖乖的一致對外 結果現在施殺得多難看 連網軍賴清德都已經認證了 說自己民主進步 說我們的初選一項都是按規則 全民調按實成 完全的公平公正公開 結果賴清德一說他要登記之後 初選馬上延到5月22日 之後遙遙無期 就像軍議委員講到的 基本上沒有什麼真正的初選 就是要讓蔡英文去選連任 這些東西 說國民黨什麼介入校園 現在每天在校園裡面辦獎座的 就是民進黨 說什麼NCC怎麼樣 國民黨又怎麼樣子 中天怎麼樣子 結果在背後 直接的用這樣子的一個文件 去要求NCC主委不聽我的話就下台 去介入公正公開獨立機關的 一樣是民進黨 所以大家還搶著守護中華民國 這個更怪 明明自己在執政的這幾年 要嘛就是要推台獨 還有說自己是台獨務實工作者 要嘛就是去中國話 去講話 然後打說國民黨就是中國黨 打了三四年之後到選舉前夕 兩邊的人馬搶著守護中華民國 所以我覺得輝文兄講的完全沒有錯 這個已經是第三名跟第四名 我們從民調上來看 第三名跟第四名之間的競爭 很難看 大家現在要看的是第一名跟第二名 韓國瑜跟柯P 到底誰有機會勝出 第三名跟第四名打這個泥巴仗 打成這個樣子 只會讓大家更不齒 民進黨的選情只會更艱困 2 2 3 3 3 4 1